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 点播网 我是主播林芳暖 新闻开始向您关心的是 提升行人用路安全 台中西屯区协和公园 两侧道路狭窄 仅4到6米宽 民众被迫与车征道 险向还生 明代积极争取超过千万元的经费 进行改善工程 日前两处人行便道 以及通道优化完工 给地方民众更安全的通行空间 民众推着娃娃车 轮椅走在协波道上 这里是西屯区协和公园旁 草马路与玉宝路口 日前完工的人行便桥 包括我们里面的这个娃娃车 还有那个轮椅 都出来试着推推看 上去下来都没有什么阻力 非常好推 协和公园横跨符合里与协和里 为里内重要的运动及休闲空间 过去来往公园的道路 只有4到6米宽 民众经常与车争道 显向还生 明代积极向建设区争取 改善经费1200万 并增设阶梯步道及无障碍坡道 串联绿76与协和公园 并在草马路与玉宝路口 增设人行便桥 经过多次沟通协调 全面优化完工开放通行 一个是我们把它加大加宽 我们做一个独立的这个缓坡人行空间 那长度呢达到了50几公尺的一个钢桥 那玉城路这一个绿地 那它本身呢当时在上下一坡道 也是因为不便于行 所以我们利用地形 我们做了一个枝质型这样的一个斜坡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这样子的工程 希望可以提升行人安全 不只增设人行便桥 也听取地方意见 新增缓冲平台及路灯照明 让用路人行经便桥更加安全 危险路口重新会制道路标线 降低事故发生率 过去在这个草马路的 这里原本没有便桥 新人走起来就非常的惊心动魄 希望说协和公园 越来越多人来喜爱这个公园 那也发挥它最好的效益 人行便桥串联通道的设立 盼能改善地方交通 让民众到公园更便利安全 不再与车正道